当年凌晨1点47分,在鱼瑶城区一个路口,一辆白色轿车突然失控冲向路边,在撞破一道铁门后又将里面的天然气管道撞断,交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。 随后民警对现场自称是车辆驾驶员的蓝某进行了酒精测试,结果为零。民警随后暂扣了肇事车辆,看似简单的交通事故,经过调查其实并不简单。 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,指挥中心第二次指令我们说真正的驾驶员出现了,原来那个驾驶员有可能是假的。 原来事发地点一个餐厅正好装有监控,清晰地拍下了肇事司机兰某叫人顶包的全过程。 刚才为什么说你是驾驶员? 我,他喝了吗?他喝了两句话。 你就叫帮忙了是吧?你打电话给他,让他来帮你顶一下。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,司机兰某涉嫌醉驾,随后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,而给他顶包的也姓兰,也被公安机关处以治安拘留。 1818黄金眼综合报道。